字幕 李宗盛 話說豬八戒鴨一聲 哥哥啊 孫悟空呢這樣就… 慢著… 廣古佬呀 我想問問你 當時孫悟空 可以打到天兵天將一撲一撲 但是為什麼 凡間的妖魔 他反而鬥不贏呀 對了對了 廣古佬呀 你說為什麼個個妖精 俗到唐僧之後 總是慢條思理 不肯認識他 特地等孫悟空來救呢 好像夾硬一點吧 嘩嘩嘩 廣古佬就不要博古了 不用 人家跟人偏偏要… 廣古 博古 華西友 各位 按正來講 既然這個紅孩兒是牛魔王的兒子 那他應該是個妖怪來的 那他為什麼會夠膽在天上亂走呢 而且啊 他既然就不懂得地上牛魔王的朋友 反而認識天上獄王大帝手下的張天師吧 還有啊 紅孩兒居然敢將天庭 摘在周圍的山神土地 如果用現在的說話來講 這些就算是天庭在凡間的基層幹部來的嘛 他居然可以將他們當成工人來洗 那是過分囂張了些啊 而天庭居然不理吧 連他老爸牛魔王都沒有這樣的本事 也沒有這樣的膽 甚至 牛魔王剛巧就是怕當地的土地的 你說 那說明什麼呢 今天說明紅孩兒 肯定天庭是很有勢力的 還有一個關鍵證據 就是牛魔王和鐵線公主 都不懂得洗三味真火 但是呢 紅孩兒就懂吧 三味真火是什麼本領啊 是道家的不存之比 那你說紅孩兒他又怎麼會自己學識的呢 當然有師父教啦 而這個師父最有可能就是 精通三味真火的太常勞軍 孫孫如果後來不請幫手的話 他根本打不贏紅孩兒 那說明紅孩兒呢 他的本事聰明 也或者 起碼都跟孫孫平手 他是哪兒學到這麼大的本事的 是誰教紅孩兒這一身本事的呢 能夠教得出一個這麼聰明的徒弟 那這個師父 那這個師父肯定 也都是他的本事 和孫孫的那個師父 差不多多少 甚至還比他略高一籌呢 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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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孫孔他居然也知道 什么关系 已经超然若欠 要是 红蟹衣就是太上路军 收的弟子 要是红蟹衣就是太上路军 他的私生子 以我来看 私生子 这种关系 就应该近傍少少 因为红蟹衣 一来 他没有牛魔王的基因 二来太上路军 又将自己把宝贝 芭蕉线送给罗杀女 在火炎山那里 来赚钱 这个罗杀女 如果不是太上路军的情人 又怎会 那么轻易地得到一个 垄断经营的生意 而且 你说个红蟹衣 多么沙胆 他不仅够胆 冒充观音菩萨 还够胆 当面 打观音菩萨 如果红蟹衣 只是太上路军的徒弟 他都断股 不够胆 囂張成 这样 而且对着 这个这么沙胆 的妖精 观音捉了他之后 反而 还优先提拔 使他修成正果 还好过辛苦了这么久的孙胸 你说 这个不是因为 看在太上路军的面子上 还顺便帮他 搞定了这件难言之忍呢 这样解法 就一切都解得通了 原来 罗杀女 就是太上路军的小情人 而红蟹衣 就是太上路军的私生子 看穿了这层关系 那就连当初 为什么太上路军 明明将孙胸 捉入了八卦路里面 后来还要让他逃脱呢 这件事都说通了 这个就是 太上路军要找个机会 为罗杀女 安排一个 恰当的位置 而这个机会 就是孙胸给他的了 刚好 孙胸 吃掉了八卦路 于是他就顺势 扔了两块火砖 一掉到凡间 就化成火焰山 如果不是 当初太上路军 用个金刚圈 就已经组了孙胸 为什么不照办 煮碗顺势 搞定他才行呢 这个就因为 太上路军有难言之忍 所以才故意 搞件这样的事出来 那八卦路 跌下来那两块砖 化成了火焰山 然后 罗杀女就拿把 芭蕉扇 一划 裁缘就滚滚来 所以 你说了 如果罗杀女 不是太上路军的情人 又怎么会将 这一切的疑点 解释得通呢 大家还记不记得 书里面是怎么形容 那座火焰山 这座火焰山 无春无秋 四季都这么热的 有八百里的火焰 四周围寸草不生 那个罗杀女 平时住在千里之外 找到都不知道 多么优良 优静的地方 来享福 然后 就靠巴椒 来赚钱 因为火焰山 太过热了 那些老百姓 就没办法耕种 于是来 求罗杀女 罗杀女 把巴椒线 一划 一线就关火 二线就起风 三线就下雨 然后 他即时收工 那些农民 即刻 赶到耕田中地 到了那年 一收成 火焰 噗一声 又着翻 到了第二年 要耕种的时候 大家就只好 又求他 去潑线式火 于是 罗杀女 就年年 都要来火焰山 到潑火 那肯就有钱收 每年老百姓 每家每户 都要奉上 四珠四羊 花红表里 二香 时果 鸡鹅 美酒 总之 大家 交够贡品 他就出山 不过 这些费用 看来也不算 很高 因为大家 肯定会一起 分摊 每家十年 才轮得一次 所以当地人 都不知道 多么尊重他 称他为 铁线线 和罗杀女 住在一处 地方的人说 这里 就没什么 铁线线的 只有一个铁线公主 又叫做罗杀女 这位圣贤 有一件宝贝 可以 潑式大火 而且 有他在 保护了一方人家 所以 那些人 先称他 就是铁线线 我们附近的人 因为不用求他 所以只叫他 罗杀女 这样看上来 罗杀女 和铁线线的 关系 还是挺好的 起码 他没有 恃强凌弱 也没有 怎样 咳咳咳咳咳 一把 八招线 就搞定了 罗杀女 的生活问题 但是 还有另一件麻烦 都要想定他 就是这个时候 罗杀女 肯定 带着 太上老君 和他的师生子 红鞋 的嘛 那一个女人 带着他 小孩 哎呀 你说 被人知道了 怎么好听呢 肯定会有人 八卦 喂 罗杀女 他还不是正恩神仙 他还不是正恩神仙 就是说是妖怪 来啦 喂 做妖怪 很辛苦的吧 所以 以前天庭 镇压 孙孔的时候 他恐怕 肯定都会遭受了牵连 但是现在 有了太上老君的庇护 天庭就不追究他责任了 还有了 还有老婆 你说了 这么好的事 牛魔王 怎么会不接受呢 大家计一下时间 牛魔王 和孙孔 结拜的时候 他还没结婚 后来孙孔 被天庭震眼 牛魔王 这个时候 才有了老婆 而这个时间 不是正是 有了火焰山之后 而且 牛魔王 娶了罗杀女 还有一样 天大的好处 就不单止 衣食无忧 腹甲一方 还可以享受到 其他妖怪 绝对享受不到的 一种待遇 就可以吃盆徒 加五百岁命 以太上老君的面子 和实力 私下拿多两个盆徒 算什么难事 才可以 所以 牛魔王 算越来越威风 各方妖怪 都要来巴结他 但是 他的心肯有点不舒服 什么不舒服 罗杀女 说就说自己老婆 但是心肯定是人家的情人 来的嘛 而且 他那个情人 自己还 叶也叶不起 哎呀 那就是说一结婚 就整顶绿帽 由头 倒到脚 你说 一想起这件事 她的心 是否谷不谷气 就可以了 一谷气 那就只要去找个二奶了 罗杀女 是知道 牛魔王 找了个二奶的 自然她自己 知道自己事 怎么可以反对 不单止不反对 还要和二奶 签了个协议 只要她每个月 送足多少孝敬过来 我就保证不找你麻烦 虽然 这三个人 原本 大家都算是比较和谐的 过了两年 也都没有什么矛盾 但是 偏偏 这个孙元空一来 就搞乱了当贪 那个孙元空的 战施 牛魔王的正印 老婆 罗杀女 落手 这一刻 就正好 督着牛魔王的痛楚 牛魔王 她表面这些风光 全部都是靠顶 绿母换回来 是吧 你说她的心 原本多不舒服 正所谓 崩口人 寄崩口碗 她最不让人 说得碰得的 就是这件事 所以后来 牛魔王才和她反了面 还有 在剿灭牛魔王的行动之中 一个人物 绝对不可忽视 谁呢 就是火焰山的土地公 他不单止 几次 和孙元空通水 而且还亲自 参加了战斗 在整部西游记之中 这个是绝无仅有的 其中一次 因为 以前一说到 山神土地 这些低等神仙 无论是对着 法力高强的妖怪 因为好像孙孔 那样 咬咬咬咬咬的 正印神仙 从来都是老老实实 战战兢兢的 有谁这么大胆 去招惹杀星才行 唯独这位土地公公 用成这样 那他究竟有什么目的 有什么动机 我们仔细看看 第一 这个土地公 是不请而来的 他出场的时候 带了个雕嘴鱼蜡鬼 鬼的头上 顶着一盘点心 专程送给唐僧省 跟着 是他对孙孔 讲出牛魔王 现在详细的地址 孙孔听了 咳咳声 一个筋斗 就直奔牛魔王 那时候而去 土地公 为什么要疏敗孙孔 去找牛魔王晦气呢 按他自己的说法就是 一例 如果破晰了火 我就可以保师父继续 西天随境 而来跟着火患 就可以保护此地生灵 三则射我跪天 我就可以回去 和路军 叫回法子 这位土地说了三个原因 前两个原因 都是亿人的 但最后那个是亿他自己的 所以 只有亿他自己的原因 才是最接近真相 他 实在不想再在这个热死人的地方 在那儿挨苦受罪 而且 他说明 回去叫老军发指 那他说明 派他来这书 是老军派的 是为了洗红鞋 而有个妥善的安排 成了正果之后 老军的后顾之忧 那就可以消除了嘛 所以 火焰山 着火多一日 土地 就要熬多一日 恐怕他原本 就是太上路军 八卦奴的守奴盗人 因为五百年前 孙兰空 踢塌了路军的八卦奴 跌了几个火砖下来 里面有些火星 将这里化成一座火焰山 老军这样才罚他下山来 做个土地 喂 那当年 没有将孙兰空 在八卦奴里面 练成丹 这个责任应该谁背 这只锅 怎么也不像 应该看牢的盗人背 但是 老军就是要他背这只锅 你说 他心里是不是很不矩 而且 罗杀女的八卦线 明明可以 关掉这把火 只要连线四十九线 火焰山就不会再穿了 但是 每次罗杀女 都只是线三下 那些农民 种完地 收成之后 那些火星又再复发 如无意外 罗杀女 绝对不会彻底 整式把火 因为这样 他才永远有钱赚 年年撲那几下线 就可以猪笼入水 你说 他的日子 是不是过得很舒服 而那个看牢的盗士 就认真实际 他就要永远 留在这些土地 天天都要好像在这个精龙的地方受苦 你说 他怎么会不想尽办法 来搞定这个火焰山 搞定这个罗杀女 所以 一遇到孙悦空 哎呀 他即时 就好像见到救星那样 虽然他两个以前 还应该有点仇口 但是现在大家都目标一致 所以 土地又不单止帮行手 而且还自己亲自 带了一队阴兵 越界来帮手打牛魔王 几次三番 不停鼓励朱八戒 上去帮孙悦空手 这样才搞到 原本就牙齿硬硬的牛魔王日 下次是暖晒大龙 因为原本呢 在牛魔王的眼里面 孙悦空 只不过是妖怪 还有个勞改犯来的 他有几本事实的 自己呢 虽然戴着这顶绿帽 只但背后 有这顶绿帽 换过来的大靠山 那个太上老君 他怎么想得到 他跟孙悦空一交手 即使好像捅了密封斗 一下子 不知道惹来了多少人 围着他一打 第一路 来围绕他的孙悦空 朱八戒两个 第二路 是火焰山的土地公 带了一队阴兵 第三路是观音派来的 佛教部队 金头揭替 六丁六甲 一十八路 护教嘉南 这三十一位神仙 虽然没有直接上前帮手 但是躲在暗村 不停用暗箭 来暗算牛魔王 第四路 即是如来佛 密令的四大金刚 带着佛兵 四面八方 布下天罗地网 要捉这只老牛 第五路 是玉皇大帝 叫李天王 和拿渣三太子 带领天兵 来灭 他的妖精洞 还有 这样也不单止 路过的神仙 都停下脚步 不是看热闹 冲上前来帮手打 这几批人之中 孙凶和土地公 是有心搞定这只老牛的 过路神仙 和三十一个暗神 他们呢 纯属手痕 打几下过瘾 你们说 牛魔王怎么会 吓击你们这么多人 实际上 他都没有惹到谁 这只有一种解释 牛魔王你的日子 实在太疏肝了 你明明就是妖怪 居然好像真正神仙 有这么多享受 我们争不得盘兔 你居然按时有得吃 所以 那些散仙 平时看得都不知 多眼红 一早就想找机会来教训 这个老妖精 只不过牛魔王 还算厉害吧 被人四面八方 围住之后 露出本相 一下子变得有成千几象场 八百象高 巨大无比 他还大声喊 他还说 你这个老妖精 你看看可以将我点 只不过牛魔王 最终也想不到的是 如来佛 居然和玉帝 一起联手来对付他 他被佛家的照妖精照着之后 拿着手执宝剑 把牛头一个个斩下来 这下有七十二变 有七十二条命的牛魔王 都顶不住了 各位 牛魔王被拿渣 连续斩了十几个头 后来又用火来烧他 牛魔王终于抵挡不住了 那他怎么办呢 欲知后事如何 下集再说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